我師傅,現在還在當紫蘭女,你不認識的! 以後,你認識的話,帶你去看她,你也不認識的! 女姐,什麼妳說沒有人認識妳師傅? 妳師傅又孝又燒暈,忍死好像阿爺那些咸色白虎! 都麻蛋紫蘭女原名叫盧耳文, 這位孝婆是南海縣人! 十二歲入行,十八歲就證明, 年輕時在金山拉加拿大走埠,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已經在正少年擔正印包頭, 當時在香港高升戲院登台獻記, 和靚少佳、靚瓷伯和精星仔合作, 她很輕輕將西洋舞台表演融入大戲臺, 例如在大戲臺穿高增鞋帶跳鬼魯滴達舞, 首本戲有冷面黃夫、金蓮氣縮、武寵罪打掌門神等, 聽到的劇目都知道她演慣豐蘇校婆角色, 她和肥波在中華民國三十六年, 冠過一對唱片叫黃金與愛婷, 紫蘭女的男人就是沒有談回梁任堂, 是佛山人, 戲行中人叫她計兒子任, 因為她小小小, 她的兄弟多數都是吹自打, 大個就是後館秋、梁秋、 二個就是梁桂, 這傢伙專玩吹、彈、打的三首桂。 梁任堂十二歲在新春秋, 日月星前班跟過梁秋和桂名楊學演大戲, 最初攻花彈, 後來見世識不忍對, 十五歲轉做雜角又拜陳酒做師傅, 十八歲去安南酒埠做第三小母兼花彈, 當時收了任大婚為徒弟, 二十歲起任正印小母, 共匪蝕巨大陸後, 她兩夫妻便便禽禽青頭共,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在省城成立一個叫聖利粵劇團, 爭著做第一出宣傳邪惡共產主義的大戲《九件衣》, 主題話的地主欺壓農民。 五十年代就在共匪蝕巨大陸下, 分別在《新世界》、 《灌南華》等粵劇團做台處。 最後由於薛魯渣、 馬思增、 紅線女都投共, 在中華民國四十八年, 死回佛山路世界。 她的首本戲有趙子龍吹龜, 道如馬和周如歸天, 尤其演趙子龍很狠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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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狠, 一邊打羅, 一邊哭著, 一邊哭著, 我是趙子龍。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暑假那時, 梁任堂當佛山粵劇院副院長, 月薪有兩百多元共匪人民幣, 即是七百寒龍。 已經跟紫蘭女離婚, 另外娶了另一個老婆叫蘇惠珍。 紫蘭女就帶上女兒梁智李回來香港, 靠她徒弟鳳凰女接濟照顧。 梁任堂因爲肝炎, 在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十八日, 星期四, 在省城, 中山第一婚院, 病救死亡了。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十三日, 星期二, 在廣州殯儀館火化, 靠她在香港徒弟任大芬和梁榮升, 和她扮你身後事。 玉蛋子爛女就在中華民國八十年在香港死亡了。 。